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25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蒋文杰 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 花联县政府2024SASA日常音乐会市集 这个周末两天在东大门夜市旁的大草皮热情的展开 首场是由在地歌手工具人Hi-Fi率先登场 为大家准备一场场的音乐饗宴 SASA日常音乐会市集在挖掘和培育花联当地云术民族的音乐人才 更让更多人认识和喜爱云术民的音乐文化 这是活动汇集来自个体的云术民音乐家 他们将带来传统与现代音乐的完美融合 展现出多元丰富的音乐风貌 此外 现场市集也呈现各种云术民特色商品 让大家在欣赏音乐同时 更能够深入感受到云术民文化的魅力 以致满足视觉听觉和味觉的享受 花联县政府2024SASA日常音乐会 主要是在挖掘和培育花联县在地的原住民音乐人才 我们希望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和喜爱原住民音乐文化 今年上半年我们SASA团队争选 从5月1号到5月17号 总共有27组报名 经过5位专业评审老师评审 我们选出16位评审团队来参加我们SASA音乐会 从5月开始到11月 我们每个月都会连续两天举办SASA日常音乐会 欢迎花联相亲能够踊跃来参加 县府营专门行政处部落经济科科长周传人表示 今年上半年度更有29组团队报名 经营阿努卡丽婷 萨利普安 拉卡乌茂 冰郎兄弟张子祥 陆运金佑吉 安悦云等5位专业评审老师审查 并且在5月21号评审入委16组表演团体 从5月起每月安排 联系两天半 尼莎莎日常音乐会市集 邀请欢迎乡亲 踊跃参加 记者就欢迎 欢迎收到